我愛你 知名的女作家雪莉·傑克遜 陷入壓力和憂鬱的痛苦之中 導致無法寫作 甚至無法離開她的床 雪莉的丈夫海曼教授 為了幫助自己的愛妻 請她的學生弗雷德來幫忙 找來弗雷德新婚的妻子 羅斯當管家處理居家雜物 雪莉最初非常討厭丈夫的這種安排 但是當她和管家羅斯的關係 慢慢升溫之後 雪莉從這對新婚年輕夫婦中 找到了靈感 並開始著手寫一部 關於校園裡失蹤女孩的新小說 同時間羅斯對雪莉和失蹤女孩 故事的著迷 也讓自己與佛雷德的夫妻關係 滿滿惡化 有電視劇女王封號的伊莉莎白摩斯 擅長飾演精神受壓抑的女性角色 從熱門影集《屍女》的故事 到《隱形人》都有精彩的表現 這一次她再度飆演技 讓觀眾都能清零感受內心的折磨 什麼事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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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